下面咱们就来做一个剧类的小练习 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那首先咱们先来说一下我们要读取进来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它是一个关于啤酒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现在我一共拿到了19个啤酒 应该是20个啤酒 应该引代四冲零开始的 一共是有20个啤酒 然后啤酒当中有一些属性 比如说它卡路里的含量 还有一些钠 比如说一些化学物质含量 或者是还有一个酒精的含量 以及它的一个售价 那当我拿到了这样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非常稀疏 大概只有20个数据 咱们先拿一个小数据来玩一玩 对于这20个数据 我要做一个非常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剧类任务 咱们该怎么用SKL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剧类任务 那当我拿到了一个数据之后 首先我们的剧类的输入就是我的一个X 我的X就是所有的特征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我的一个剧类算法是不需要一个标签的 所以说现在我只需要构建好这样一个X就可以了 我的X就等于我的Bear的DateFrame当中 取出来这四列 这四列我都要 所以说都给它取出来就可以了 那当我们想用KMeans做这样一个剧类 我们要fromSKLearn当中的一个Cluster 导进来我们这个KMeans这个酷 相当于KMeans这个类 然后首先我们要先实力化一个对象 就是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定的参数 就是一个NCluster 这个NCluster它的意思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K值 你是让K等于3呢还是让K等于4呢或者说你想锯成几个堆 这里我参数之后我点fit一下我当前的一个X 这样我就可以训练我的一个数据了 在这里做了两手打算就是写了一个KM写了一个KM2 KM就是表示着我是用三个堆去做剧类 KM2表示着我是用两个堆去做剧类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差异一会儿 然后剧类完之后我怎么样得到结果 我可以调这个KM.Labels 当你训练完之后你就可以调它的D.Labels了 它的D.Labels就是跟你的数据是一个对应的 它就会告诉你第一个数据属于哪个类别 第二个数据第三个数据 第十到第N个数据都属于哪个类别 你指定了一个Kluster的数量等于3 所以说它里边有012三个类别的 然后有了三个类别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这些操作都是可以选的 就是到我们剧类完类之后 我可以看一下就是剧类完之后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按照Kluster进行一个排序 就是先是第0个类的 然后第1个类 然后第2个类的 你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剧类完之后 这个数值的一个结果 看一看它符不符合一个实际的分布 比如说如果说你是认识这些啤酒的 你就可能知道这些啤酒之间 到底之间有没有这样一些相关性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观察 然后我们还可以观察这个值 就是我可以基于每一个类 比如说现在我不是基于这个Kluster 我是算出来了三类012 那我三类当中 我可以看它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值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 叫做一个Googleby Googleby的意思它就表示着 跟你的Kluster是对应的 里边显示Kluster 就是说你Kluster里边不是有三个值吗 那看一下Kluster等于0的它的一个均值 Kluster等于1的它的一个均值 Kluster等于2的再算它的一个均值 把它三个均值分别都给它算出来 算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观察一下 在不同的一个含量上它的一个差异性 然后Kluster等于1 Kluster等于3和Kluster等于2 我们都可以观察这样的一个差异 然后如果说就是今天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相当于是一个模板了 之后大家在你的数据实际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自己的观察一下 就是拘类完之后它的一个均值 它的一个差异性是什么样的 可以观察一下 均值或者说我们这个拘类 为什么做出来这样一个拘类 因为它在哪些指标上产生了某些的差异 是吧 然后我可以把它的一个中心点拿出来 它的中心点就是我的一个 狗肉败完之后的一个点命值 这样一个点命值就是我的一个中心点 我可以把中心点拿出来 一会儿画这样一个图 然后在这里我指定了一个 我的一个自己的大小 然后就指定了我的一个要画的一个颜色 接下来我就可以实际的画这样一个图 在这个图当中 就是上面我是画的是一些点 然后下面我还把它的一些中心点 给它画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当前的一个结果 接完之后我打上我的一个X label 还有Y label 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果 这个就是我K-miss拘类完的一个结果 我继承了三对 然后右边是一个红色的 中间是一个绿色的 左边是一个蓝色的 左边比较惨 左边只有两个点 然后中间点也不多 右边点比较多 这就是当前拘类完的一个结果 那对于我当前拘类完的一个结果 现在我看的是什么 我看的是在其中的两个维度上 在它的一个卡路里和酒精含量上的两个维度 但是我的数据一共是有四个维度 四个维度我想量量都看一下 怎么办呢 咱们给它画个图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画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图 用这样一个图就是一个三点图 画一个三点图 就是X轴它有四个属性 Y轴它有四个属性 然后除了中间的一个位置 其他都是三点图 中间是它就是这个特征自身 是这个自身特征的一个分布 然后其他的位置 这个三点图就是画上我们聚类之后的一个结果 在这个图当中我就可以观察 每两个两两个指标 比如说咱们的一个Cost和它的一个卡路里 Cost和它的一个Nan的含量 Cost和这样一个酒精的含量 之间的一个二维的图 在二维图上 不同的图当中 我看一下我聚类的结果是长什么样子 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的数据是一个比较多维的 多维的情况下 你要么做一个PCA 进行可视化 要么就是说你可以去在这个不同维度上去选呗 联想当中去选 选完之后做可视化 然后展示展示 看一下你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 这个效果暂时我认为还是可以的 就是实际的把这个处分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但有些处上 但有些指标上分的可能就是 比如说鼠标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可能分的不是那么好 但是其他位置基本上还都是可以的 刚才咱们是看了两个处的 不是三个处的 然后咱们还可以看两个处吗 就是刚才我不是做了两手准备吗 我们可以把这个处理结果 在这里的展示一下 两个处上它又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人为的观察 就是去选择一下 到底是K等于2合适呢 还是K等于3合适啊 这个有些时候 我们也得需要自己观察观察 来得出来这样一个结果的 刚才给大家说了一点 就是我们在讲K民数是说了吧 就是我们在做一个具类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我们要给它先做一个标准化吧 或者说先做这样一个规刑化的一件事 怎么做呢 SKLearn当中啊 已经给咱们提供好了这样一个模块 在SKLearn的预出领域下 导入我们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工具 用这个工具啊 先实力化出来一个对象 然后fit transform一下 相当于是把我的X做了一个变换 我的X不就是我的一个数据吗 对数据做了一个变换 就得到了新的一个scale之后的一个数据 原来这个数据啊 原来数据长什么样 原来数据就是 有些我们可以观察 就是有些数值比较大 有些数值浮动比较小 有些可能是一个三位数 就是一个百位的嘛 然后有些可能是一个小数的 这样对于我计算起来不太公平 所以说呢 现在我给它scale一下 scale完之后呢 它就得到了新的一个值 得到值长什么样啊 咱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得到的新值啊 就是我们来观察每一列吧 每一列值啊 基本上是从负的一点几 到正的一点几之间 那每一个列我们来看 这是四个列吧 四个列的一个取值范围啊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都是负的一点几 到正的一点几 这样呢 就消除了我数值之间的一个差异性 之前给大家说了 就是我们在做一个据类任务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啊 咱们先做一个标准化 先做一个皈依化 把我的数值啊 看起来更规整一些 这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预处理 然后呢 做了预处理之后啊 同样的方法啊 我再用我的kmeans.fit一下 fit完之后啊 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结果吧 新的结果啊 再给它拿过来 放到我的dataframe当中 引入了一个新列 叫做scale的cluster 这就是我新做出来的一个链 这个列啊 表示着啊 我是用的是一个 呃 规计化完的一个 就是不是标准化完的一个结果 标准化完结果当中啊 我们可以再来观察一下啊 咱们当前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均值啊 还有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样子 是长什么样 这个啊 到时候 如果今天因为拿到数据是比较少 到时候大家实际用自己的数据的时候啊 到时候观察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标准化之前和标准化之后的一个差异了 通常情况下 这个只是通常情况下 因为为什么说是通常情况下 其实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每一座标准化相当于什么 没做标准化 相当于认为卡路里这个含量比较重要 cost的这个含量 就是cost这个特征比较不重要 但是到底它重不重要 我现在不知道 所以说只能让它们同等重要了 但是它就是一定是同等重要的情况下 它的效果还好吗 这个不一定啊 没准就是你不做规计化效果 有时候要比做规计化效果还要好 这个东西都说不准 因为有些特征啊 潜在它就是比较重要的 有些特征它就不那么重要吗 所以说啊 这个数值上啊 也不一定就是做了规计化就一定好 还需要大家自己做一个分析 比如说 像我那个图示的 我做了一个权重加强嘛 然后把每个权重都加强一下 看一下它不同的一个结果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个就是我做完规计化之后啊 我们可以看它的均值啊 分析一下当前数据当中的一些内容 然后呢 在这里我又是给大家提出来另外一点 就是我们的剧类啊 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评估 咱们现在就是光得出来了一个剧类完周围结果吧 那我说咱们用肉眼观察一下这个数据 那如果说你的维度特别高 数据量非常大 这个观察起来啊 其实也是蛮费劲的 也不太有那么观察 然后呢 对于剧类任务啊 我们又有一个 比较通用的一种评论 就是通用的一种评价的方式 叫做一个轮廓系数 这个轮廓系数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咱们先来看一下 我要计算的两个值分别是什么 这块我要计算两个值 一个是计算一下一个样本i 到同处当中 其他样本的一个平均距离 也就是说啊 对于一个样本i 我算了一下 它属于一个触吧 那这个触当中 还有些其他样本吧 算当前这个样本 到其他样本的一个距离 再求出来这样一个平均值吧 我把这个平均值啊 叫做一个ai 那这个ai 我们希望它是大还是小呢 显然是希望它应该小吧 因为越小啊 我就说明啊 这个样本越该被拒到 当前这个触当中 所以说呢 我算出来了啊 当前这个ai 应该是越小越好的 然后呢 我还算这样一个b 还算这样一个bi 这样一个bi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这样一个样本啊 到其他处的一个距离 到其他的处的一个距离 我希望这个值应该是越大越好 还是越小越好啊 显然应该希望这个值 它是越大越好嘛 这个值越大越好 说明这个当前这个样本 离其他处的一个位置越远吧 那越远 我认为当前样本 越不可能是其他那些处嘛 所以说啊 当前我就希望啊 我这个样本是离其他处越远越好 离我自己处定 让是越近越好 然后呢 我们有这样一个公式啊 就是一个bi-ai 下面是一个max-ai-bi bi-ai啊 咱们可以极端的想一想 极端想一想 就是我希望这个ai 它是越小越好 近距离0 bi它是越大越好 非常大的一个数 然后呢 bi-ai我们可以认为 在理想情况下是什么 理想情况下 它就约等于bi了嘛 因为这个bi足够大 ai足够小 它就约等于一个bi了 那分子呢 这个分母呢 分母啊 显然bi要比i大吧 所以说啊 在理想情况下 这个xi这个值 它等于什么 等于1吧 等于1什么意思啊 越等于1啊 或者说越接近于1啊 我说它是越理想情况下 或者说 我这个巨类啊 它的一个效果是越好的 所以说啊 我现在有个轮廓系数 有一个评估标准 我们评估标准啊 我的一个取值范围 是从负1到正1的 越接近于正1 说明我这个样本 巨类是越合理的 越接近于负1呢 越接近于负1 完全就是说你分错了吧 什么情况下能负1啊 负1情况下 就是说完全颠倒过来了 完全颠倒过来下 情况下才能是一个负1啊 那这个时候我就说 它的一个结果啊 是应该是一个 呃 分错的 所以说我希望啊 在我的轮廓系数上 我得出来 这样一个评估标准之后啊 希望啊 咱们巨类完结果 是越接近于正1 越好的 那接近0呢 接近0 说明量表i 在两个醋的边界上 取了一个平均值 大概是这样一个0 也就是bi-ai 是等于0 为什么情况下 bi-ai等于0 两个醋的一个中介点嘛 中介点等于0 所以说中介点来说啊 它的一个效果还是不行的 我们还是希望 我的一个xi值啊 它是越接近于1 越好的 这一块呢 对于大家引入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轮廓系数啊 其实巨类的评估标准 还有一些 但是我们基本上 最常用的就是 这个轮廓系数啊 一般我们用轮廓系数啊 进行一个评估的 然后轮廓系数啊 怎么样进行评估啊 我们来看一下吧 在这里还是SKLearn当中啊 有个matrix这么块 在它的一个matrix模块底边啊 我们就来看了一下 掉了什么啊 掉了一个我们的一个scal值吧 就是跟大家说的 轮廓系数的一个得分值 这里边我们需要传一下什么啊 传进来我的一个数据 以及呢 我这个巨类完之后的一个结果吧 因为它要根据你巨类完之后的一个结果 去算的一个xi值吧 这样呢 我就可以得出来啊 当前的一个结果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我就算了一下 刚才我不是做了一个scal的吗 然后就是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标准化 和不做标准化 当前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 其实还挺出乎意料之外的 就是它告诉我了 做完规计化的一个结果 反而低了 不做规计化的结果 反而高了 这个就是刚才 为什么给大家说 就是做标准化 不一定啊 就是一定会使得你效果变好 可能会有一些意外情况 比如说 哪个特征 它确实就是那么重要呢 那我们做完标准化 是不是消除了这样一个差异啊 所以说在这里啊 我就算出来 轮廓系数的一个值啊 从这样的一个浮动的一个变化 然后呢 下面我要便利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不是说 我这个K值等于多少 我不知道嘛 那对于一个实际任务 来了之后 便利一便呗 便利的时候 怎么办呢 4K啊 已经Range2到20 从2开始啊 一直写出来很多K 写出来很多K之后啊 然后我把这个label都给拿出来 label等于什么 等于K means啊 指定了一个ncluster 然后点fit一下 点fit完之后 把它的一个标签值拿出来 然后呢 在我的scroll当中啊 我就去算一下啊 这是我传进来一个数据 传进来标签值 这样呢 它就能帮我把 它的一个xi 轮廓系数的一个得分值算出来 接下来啊 打印一下 我的一个得分值啊 有有有比较高的 有比较低的 然后的话 我就得出来 当前的一个结果了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我就怎么选呢 选择轮廓系数偏高的一个值吧 可能来说 0269是比较合适的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K 等于2的一个值 这样啊 咱们就是 这样咱们就是得到了 我当前的一个 这样就是我当前 得到了一个结果 也就是我这个K值啊 是等于什么 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呢 怎么办呢 在肉眼看 可能不太直观 咱们来画个图吧 画个图当中啊 就是动作标 是我的SI的分值 横作标呢 是我的一个N cluster 这样就可以找出来啊 N cluster大概等于2的时候 它是比较合适的 这个啊 就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嗯 当我们用这个K-means算法 进行据类的时候啊 一个基本流程 是长什么样子 其实啊 很简单啊 就是先去做剧类 做完剧类 然后可对话展示一下 展示完之后评估一下 评估完之后啊 想一想什么样的值比较合适 然后重新再做 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就是我K-means的一个结果 然后 咱们用 除了用K-means 能不能用别呢 我们也可以用DBS EN啊 就是刚给大家讲的 那个比较强大的东西嘛 但是这个比较强大的是 在什么数据级上 在那些不规整数据级上 比较强大吧 简单数据级上 可能还不如这个K-means呢 然后里边啊 就是我需要值这两个参数 一个是EPS啊 就是我的一个半径 然后Minsimple是我的一个 Minsimple是我的一个 就是那叫什么 那叫一个最小的一个密度吧 Minsimple等于2 这样给大家说的那个参数 然后这个EPS啊 选择跟什么有关啊 跟你数据的一个值的分布啊 如果说你做完了一个 规议化 标准化之后 你让这个EPS值偏小一些 如果说你没做规议化呢 根据你自己的数据啊 你就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 如果说你数据的值 普遍幅度比较大 那这个值大一些 如果说你做完规议化 让这个值0点几啊 稍微小一些就可以了 那这个啊 就是关于DBSN啊 怎么去做啊 跟之前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呢 我就不带大家一步一步去看了 然后从代码桥来说啊 基本上是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然后后面我还没有写完 就是 如果说大家想去看一下 对于我这个DBSN啊 在什么样的EPS 和什么样的Minsimple 条件下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轮廓系数 进行一个评估吧 大家可以写这样一个复兴环 复兴环啊 咱们前面已经把这个模板 消给大家了 大家只需要啊 把这个东西在 按照上面形式 写好就行了 相当于给大家 留一个小作业吧 大家到时候 自己的去评估一下 对于我们DBSN啊 这个算法来说 什么样的参数比较合适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还得去编立一下 先拿轮廓系数啊 进行一个大致的评估 然后呢 再通过我的一个结果 可的话展示出来 再直接的想一想 什么样的参数啊 它是比较合适的 那这个啊 就是给大家讲了一下啊 对于这个剧类算法 怎么样用SKLearn这个库啊 做出来啊 咱们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啊 两种剧类的方法 然后呢 其实啊 就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 额外东西嘛 比如说数据加强啊 感兴趣啊 大家可以做一下数据增强 看一下哪个数据的维度 对我最终的结果 会产生最大的影响 那这个小例子啊 就给大家先说到这里了啊 比较简单的一个小例子 对我来讲到这里了啊 感谢观看